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webinar 今天的webinar是我们2022年第一个webinar Existing Context,欢迎你们回来支持我们 新的朋友也欢迎你们加入我们 可能大家都会留意到我们的branding是有点不同的 多了很多绿色,可能有些朋友都已经知道 我们上年8-9月的时候被一间european的CRM公司收购了 现在是Effersy的一部分 代表我们的资源多了 我们可以供应的product offering也多了 当中包括一些CRM的solutions 也可能很快地说说我们的一些information 我们全球有500个employees 在全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供应到很多不同的language support 也有很多local expertise 在全球有33万个users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office分布在欧洲不同的地方 而在香港就是我们Asia的headquarter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screen看到我们有些不同的規模客户 也涵盖很多不同的industries 我也想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speakers 首先就是我们的country manager Winnie 亦有我们的Key account manager Chee Hello 大家好 好了 在我们开始之前 也想拿一拿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的一些background information 就是你们有没有现在用一个CRM 我会launch一个quick poll给大家 很简单的这条问题是yes or no 乘机就和Winnie聊天 我知道Winnie也接触了很多不同的客户 或者context 那他们现在有没有在用一个CRM 好的 就着我自己的internal来说 或者我的公司 当然是一个CRM在用中 但是你说我过去的experience 都接触了很多不同的客户 无论是大大小小的客户 其实都会在用一个不同的CRM 可能给大家印象CRM这个工具 可能是entreprise才会需要用到 但实际又真的不是 我接触的大中小企 或者不同行业也好 他们都会在用 但我反而觉得 Key不是有没有用 而是如何去用 和如何去选择一个合适的CRM 给你自己的business 嗯 没错 我看到大部分人都填了 我现在就close了个poll 我们分享一下这结果 好像差不多八成的人 因为很多人都在说 有在用一个CRM 那很好 可能跟刚才Winnie说的case 差不多了 对吧 那我们之后呢 也准备了另外一条问题 去问大家的就是 你用的CRM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有四个选项 第一个是Sales 接着是Marketing 接着有Operations 和Customer Support Winnie 以你所知 你接触客户或者context 他们最主要用途是 什么 purpose呢 OK 我自己就用Sales 比较多一点 因为我很喜欢看着 Sales和Figures的流动 或者客户和客户的interactions 但是你说Marketing 会用到 我的客户 例如Support 都会用到 可能他会处理一些客户的 support tickets inquiries 不用说了 Management 一定是需要CRM的data 去帮他们facility 自己的业务上的evaluation 或者improvement 所以各行各业 或者不同的高位 都会接触到CRM 这两个问题 我们再给大家多5秒 5秒大家去回答这个问题 OK 差不多了 3,2,1 OK Close那波了 我们先看看 其实也有一个mixed answer 但是majority 在这里的朋友 majority 的 purpose 是for sales OK 那 也很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有很多方法 如何去透过CRM 去boost sales 那我现在就将时间 交给mini 去帮我们做一些分享 Thank you 好了 那就是说一下CRM有什么用 或者达到什么效果 给大家看看 一般来说 其实当一个企业 一个business 当他运用到 承受了CRM的时候 普遍来说 会将他们的sales revenue 他们的conversions 会提升40-50% 这是很好的figure 而亦是facilitate到 那个business的sales person 去做一些cross selling 和up selling的动作 其实是successful rate 也有四成 带动到这方面的sales discussion 那说一下如何可以做到 其实一个CRM最重要的 就是将customer data consolidate 在同一个平台里面 令到不同的部门 刚才也有提及过 可能是sales的同事 marketing 甚至是support management 都可以很有效 很容易地去拿到 和运用到他们所需要的资料 去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 internally提高了工作效率之外 其实external对客 多了些informations 你可以清晰了解你的客户 其实也很容易 给到你internally的staff 知道什么时候 对哪个客户 做了什么的action 做了什么interaction 才是最有效的 那CRM就有这个用途 稍后我同事chili 也会做一个简单的展示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fccrm solution 是如何演绎 customer data 在一个dashboard 清晰地 让大家运用到 crm的长处和好处 这样的 是的 那CRM除了 存着客户不同的data 之外 令到那些internally的同事 很容易manage 或者access到这些data 那其实最重要是 如何去用这些data 那我相信大家在座各位 包括我自己 都应该在这78%以内 都同意 其实我不喜欢hard selling 我会想个salesperson 或者我去买东西的公司 那个机构 都会成为一个trusted advisor 就是会给予一些相应 相应我的需要 我的兴趣的一些informations 当你一个crm 有这样的customer data 之后 你很好地去运用 了解你效果的需要 它的兴趣所在之后 其实你的salesperson 就很容易 可以做到一个consultative selling 这个就很重要了 否则 你的hard selling 其实效果就未必那么好 或者未必有conversion MQCCRM有个能力 可以帮你整合不同的资料 It's not only about sales history 不是它的sales purchase history 那譬如 客户和你们公司的 一些marketing engagement 甚至乎 他之前会不会有 submit过一些enquiries 或者一些support tickets 其实都可以看到 处存到 令到你可以360度 去understand你的客户 而 之后你就可以做到一个customize personalize的sales preaching 感觉会好些 真的配合客户的需要 从而提升整体的customer experience 之后 CRM除了可以整合资料 在同一个平台里面 FTC CRM有一个很强大的功能 就是做到automation automate 你日常的很repetitive 的admin工序 有些workflow 令到每一个同事management 亦都好 亦都可以很efective 这样去make sure 每一个project 每一个步骤 都是on track 的 令到那些同事 其实可以减散了一些沉悶的工作 我会认为 一些paper work 都很沉悶 和很花时间 他们可以focus 一些conversion 一些sales driven 的activities 例如fc crm 简单 做些什么呢 sales 会出proposal 给客户 当然 越多就越好 做一个sales 但这些都是很花时间的paper work fc crm 其实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personalize 可以customate 一些proposal 一些contracts 你只需要在crm 里面按几个键 其实就automatically 帮你generate 一个很英俊的proposal 在crm的environment里面 即刻传到 给客户 会去做conversion 当然 最好的就是 他签单回来 你成功签到一个order 当你成功签到一个order 之后 fc crm 也是有些optimation external 对客户 就有个 welcome email onboarding email 会立即传到 给客户 多谢你的支持 多谢你的confirmations 你的onboarding schedule 的time line 就是这样 你的onboarding project manager 会是谁 令到customer experience 会提升 同时 internal 亦都会是automatically create 不同的tickets 给不同的stakeholders 比如会给project manager 比如会给consultant 通知他们 有这样的客户 需要onboard 需要kick off 同时 亦都会 create一个tickets 给finance 给出账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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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reptitive admin的工序 在FACCRM 都可以很有效地做到 之外 FACCRM也有另外一些 不同的工具 做一些reporting 让你实时 continuously 去track 和monitor 你的business 每个sales 都会很容易 认识到的 一个individual salesperson 一个sales leader 甚至一个c-level的management 都是有必要 经常去看自己 或者整个office 整个公司的sales figures 或者它的进度 去到哪里 FACCRM有不同的reports 不同的dashboard 去呼吁你 做到这些效果 例如 一些sales 或者opportunities 的tracking benchmarking 的dashboard 例如 staff的kpi tracking 例如 我需要知道 我的sales staff 今个月做了的 meeting 又打了的 一个电话 这些activity kpi 又或者 其实你会在 CRM里面 很清晰知道 the top clients 或者the top industries contribute 你最大部分 的生意来源 的revenue 那这些 你必要知道 也是要很快 知道去做 相应的action follow up 去调整你的business shared 那FACCRM 就做到这些 给到一些informations 你去做一个 长期的review evaluate fine-tune 你的business strategies 令你可以达到 甚至乎 提升你的sales conversions 你的business objectives 是否 当你loyal 当你loyal 做了一个brand的时候 我相信你会愿意消费更多 我也是 我很loyal 去那个brand的时候 我会花多了钱 这些数据告诉你 brand loyalist 比起一些新的客户的消费力 其实是多了10倍 或者是更多 所以很重要 你是很需要知道 去identify 哪些是你的brand loyalist 哪些也都同时间 你相反地 要identify potential的 将会流失的客户 从而调整你的business strategy 去做一些商业的follow up 去maximize你整个sales的complete revenue with FACCRM 其实在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 客户的一些purchasing behavior 例如 他多久来买过一次 买多少钱 甚至是最近一次 是多久之前 一个月之前 还是一年之前 这些数据 可以很有效地 让你去identify 究竟哪些是 我应该要focus的客户 带动到最多recommute 给你的公司 好了 我都分享了不少 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 去看我的同事 做一个live demo 看合说 FACCRM究竟是什么 如何可以 呈现我刚才所说的 所有东西 那现在我就将这个时间 交给我的同事Chili 会做一个live demo 那我们稍后再见 Thank you, Winnie Hello,大家好 我是Chili 未来我会跟大家 分享一下 如何在FACCRM 如何可以在FACCRM 里面去看到 刚才Winnie所分享的 五个点 好了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 就是FACCRM 的home page 进来呢 其实你就会看到 左边这里 会有一些 很多不同的entities 在我们FACCRM 的platform 里面呢 其实所有的entity 其实他们都可以 interrelated的 那我稍后呢 都会去demo一次 究竟我在一个 实际的use case 里面 如何去联系一些 不同的entities 而去协助到 你日常的sales 的运作 好了 那我今天呢 我认为 可能假设 我在准备 会去跟 一个客人 去catch up 而这个客人呢 其实就是 through我们之前的 一些marketing campaigns 有一些engagement 而我呢 就去跟他 预设一个 follow up meeting 这样的 那我就 我认为 这个 Brissels airline 就是我的客人了 进到他这个 customer card 首先呢 我们就可以 用一个tree view 的view 去看回 究竟其实 他跟其他公司 有没有什么关联 当我按了tree view 之后呢 OK 我就会 understand 原来呢 这个Brissels airline 他就是under airfrance的 而且呢 他可能在他under 他下面呢 還有一些其他的unit under 这个Brissels 你会看到 刚刚我所说的 entities 其实他在 customer card 下面都会有齐 这些不同的 entities 在里面的 我就进去 contact 这里看 OK 那原来 genie就是我的 contact point 我进去genie的 profile里面呢 其实我也都可以 看到 哦 只是 我们公司 或者以往 有些什么的users 曾经reach out 过genie呢 他也都是 跟他做过 那些什么的 activities呢 我都可以全部呢 可以在contact的 上面看到的 那 那 说回 我现在真的 要跟这间公司 去做一个 follow up的时候 那我还可以 有些什么 去 让我understand到 而从而呢 再去做一些follow up的呢 那我们呢 就可以 进去campaign 才能看到了 OK 那我们呢 进去campaign 就会看到 原来呢 就是我们之前 曾经在email email 那个invitation 给他啦 去参加我们的一些 marketting的campaign 啊 那也都去看回 opportunities呢 就会知道 究竟现在 我们公司 和brussels airline 有些什么的projects 是under negotiation的 进去projects 这里呢 我们也都会知道 究竟 grussels airline 它 可能在我们公司 曾经 买过些什么 或者做过些什么的projects呢 那也都可以在这里 很清晰去看到啦 那到最后啦 如果我想知道 一些 一个overview 我想知道 这间公司 和我们公司 有过些什么的interaction 这里呢 也是可以去回 Kronos去看回 一些不同的 的interaction 是哪些的同事去做啦 那个task是些什么啦 现在呢 我就会去demo一次 假设我来着呢 就会去做一个follow meeting 可能我呢 已经和客人做完个follow call啦 OK 我就已经会在6月17号 和他有一个follow meeting 刚刚我所说的 我们所有的interaction 都是可以interrelated的 那我就可以选回 OK 就是through 之前这个email的marketing campaign 而且呢 是关乎于 Greek Island的opportunities 这样的 而我也都可以link up 那我之前呢 可能我之前呢 曾经去create 一个sask的proposal 给个customer啦 那我就可以将所有的element 是related to this task 都可以link up 在这个task里面 无论对于marketing 来说呢 他就会更加容易去track得到 究竟我之前做的这个marketing campaign 有多少个task是因为这个marketing campaign 而去generate到出来 而对于sask来说呢 我也都可以去容易去manage 究竟我这个opportunities 现在里面有些什么task 是有传过出去给客人啊 亦都可以将所有东西 consolidate在同一个地方 那到我要去track 自己的一些不同的进度的时候呢 我也都知道 OK 原来这个opportunities 我已经去做了一个proposal 给客人了 那我按下sask呢 其实他就会即时create了 一个task在那里了 那当然啦 因为所有的task都是interrelated的 那我们如果 有机会是需要到一些 其他同事去involve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task里面 去task那些同事的 那我们呢 去understand了究竟去参加过 些什么的campaign啊 或者 他怎样engage我们的 event 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 从而去得知 怎样去做一些personalized 的marketing campaign 去给这些客人了 甚至乎呢 我们在去prepare sales pitch的时候呢 都可以加入一些customized 的元素了 好了 那接着 我呢 就会再去demo一下 究竟呢 怎样可以用我们 eventy的crm的automations 去协助到呢 去做到一个sales的process的 现在你会见到啦 在我的screen那里呢 就会在一个模移 你website的form 假设呢 Chili呢 它是对你们公司的service 或者products 是有兴趣的 那我就会在你们的website 里面呢 去填一张form 那么 之前呢 可能我们在eventy的environment 是没有这个公司的资讯 也都没有chili的contact 那chili呢 就在website里面 去订阅了那张form 说回自己的公司名字啊 我进入一些 究竟我想去塗双VND的products 在里面 那当我按了sales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回 eventy的crm的environment 那里看回了 OK 那其实呢 它即时呢 就会已经create了company for epsys hong kong 这个company card 而 因为我们automation的setup 我们也自动地去 生了一个task 是给全部人的 也都chili的customer的details 也都放在这里 同时呢 我们呢 都create了一个opportunities 是 based on 这个的action 的 那我们回到task 这里 假设呢 我们这个 要去handle 一个request from website 的时候呢 我们的users 就是tack了所有的人 因为我们都很希望 究竟任何一个人 在eventy的crm里面 都是尽快可以reach out 那一刻的 那我们呢 就去handle 之后 就会看到所有人 都会有这个task 然后呢 哦 假设我看到这个task 的时候 我就可以按进去 刚刚呢 我们在website 流的message chili 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那你会看到 啊 这个task 已经自动 连接了 with chili 这个contact了 那因为我都说过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这个task了 那所以users 里面呢 我们就tack了 所有其他 例如公司啊 opportunities 其实它都会自动 已经连接了 解设我现在 要去follow up 这个task了 我就可以 这个timestamp 然后打回 ok我follow up了些什么 那我就按回save 之后呢 我就去回 Actions 这个部分 当我处理完了 我就按了 灯啦 其实呢 我们这个automation 就会懂得自动 去将下一个 的activity 就会去create了出来 也都会是tack 去需要follow up的 同事的users account 那我假设我ok 那个groupsets的同事 他都follow up了这个task了 我们呢 就也都会下一步 原来就是finance 和另外一个同事 需要follow up的 那所以呢 我们也都会 set做个automation 就是当我complete 这个send confirmation 的task 我另外那些task 都会follow up出来 那当然啦 这里呢 都是非常的customize 也可以因应 你公司的一些service 的standard 或者一些不同的procedure 去制定 这个automation 的 那用了我们atversy CRM的automation 那 to 同事来说啦 日常的运作呢 就会smove很多啦 因为当我 我也都是 所有的东西 automate 了之后 我只需要跟着 流程去走呢 那个活动 或者这个task 就会自动删了出来 而to c level 或者management 来说呢 也都不需要担心 在一个handle 的过程 里面呢 会有 一些脱漏 这样啦 OK 那最后呢 那当然 无论to individual sales service leader 甚至说 c level 呢 你们最 最着紧 可能都想知道 一些service activities 或者一些report 究竟是 怎样去呈现的 在我们FSC CRM 里面 那呢 那呢 我就会显示一些report 出来 给大家去看一下 究竟那个report 是怎样的样子啦 这个呢 就是一个heat map 就是一个 可以给你看到一个overview 一些不同sales的activity 这样的 另外呢 这个report 就会是 讲一些forecast and sales的dashboard啦 你可以去做一些不同的shorting based on一些不同的team 或者一些不同的时期 去understand回究竟 去到现在这一刻 你们公司的sales 是做到多少啊 距离的objective差多远啊 而在forecast 里面 究竟是 个weighted forecast 大概是多少啊 从而呢 就去做一些analysis 和去想一下 会不会有些improvement 去做到啦 去 achieve到这个objective的 而下面呢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究竟top ten 的account contribute到你的organization 是哪些的account啦 亦都是可以知道 怎样去调整 你们的business strategy呢 从而去achieve到这个objective的 那我今天的shorting呢 就大概是这么多啦 这个时间呢 我就会交回Winnie和Jazz Hello 又是我啦 那刚刚麻烦了Chili 帮我们做一个很简短 很简单的FSC CRM 的demonstration啦 那真的很简单啊 因为我们的CRM 你看到刚才左手边 都有很多不同的工具啦 那这个possibility 其实都真的很大 but anyway in a conclusion 回应一下 一开始这样讲的 选择适合你公司 你的business的一个CRM工具 之后第二步就是 找方法去认识这个CRM 和设合你的operations的需要 去maximize the usage 那就会有效地提高 你整个operations的生产力 你的business的efficiency 亦都可以长远地 让你去做到不同的evaluations 做到一些fine-tune strategies 令到你的生意会更加好 提升客户的满足度 满意度 最重要最重要 最后就是 如何赚多些钱 在CRM里面 如何identify opportunities 如何减少一些流程 令到你conversions 会提升的 这个就是我们最想见到的效果 对了 那就是下一个就是 今天的分享其实是差不多的了 你未来就会见到 我们的contact details 如果你真的想得到 一个full demo 或者你想了解更多 Apsys和Apsys中间的collaborations 例如大家去联络我们 或者去联络你商业的account managers 那今天的时间就多谢大家了 那记得生日之后 其实你会有一个survey的 麻烦大家填一填个survey 给我们一些意见 让我们下一次做得更加好的 那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了 拜拜